问题不大 来玩一把布兰德 其实我会的英雄蛮多的 只是不太愿意拿出来玩 还是那句话 因为有的英雄不好c 知道吧 或者说长时间不玩 熟练度下降 c的不是那么c 所以就不想玩了 毕竟在直播 打吸血鬼有点 打吸血鬼他是不可能杀我的 我也不可能杀他的 他将和平补刀 他只要不搞我 我就不搞他 他要想上来强行吸我 那对不起 肯定是烈火撩云 你打你的钱 我打我的钱 然后我们看中期 随得输出打得多 对吧 他也支援不了 我也支援不了 你看你非要就调皮 那不点死你 那不阿杜根 没打到 他上来打你的时候你就打他 他不打你就不要主动打他 因为吸血鬼是指向性技能 你是非指向性技能 你只有一个一技 一技能是指向性技能 是不划算的 但是你看没有小兵的时候 我就点他 你走位 放血池 完美Q定做 W接点燃 一套被动出发 往前卡位 你闪我点 这个走位不坦吧 我没这个走位得交个闪 实话实说 如果你是高手 你现在应该点关注 如果你是菜鸟 你可能有想送飞机的冲动 但我劝你忍住 别急 后面还有很精彩的 你可能要送火街 回家 嗯 他还要吸 我都不知道你这波开急跑 凭什么杀我 我不懂 怎么杀 呃 去 这个飞机告诉我 这个急跑告诉我 去 感谢HICMP 皮 的大飞机 这个急跑 就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 叫切 但兄弟打游戏不能切 啊 不能上头 一个容易上头的选手 他不是一个好选手 感谢小C的G霸送上的飞机 谢谢G霸 啊 他补到还挺多的啊 我不跟他打了 啊我发育了 远程兵 点两下 一個W 收掉啊 现在进入了我们的收兵模式 布兰德的输出非常高 缺点就是什么 技能不稳定啊 还有缺点什么推断 如果说布兰德他是一个 灵活的英雄 或者说他是一个指向性技能的英雄的话 那这个英雄早就上比赛上啊 他为什么到现在上不了比赛上 就是一个指向性技能的英雄 就是因为这两个缺点,这两个缺点非常的致命 更致命的是什么?更致命的是非指向型 太不稳定了 因为你在跟高手过招的时候很难命中 炸他 炸他 不要问我为什么大 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大的话,我只能讲你可能 理解的还不是那么透彻啊对这个游戏 我为什么露了个炮车 队友还行 要想吸我,想吸我,红鹿想吸 红鹿没吸,就E你 E可以 虽然伤害少 对这个游戏 不要放W 因为W要出手,必中 要么不出手,出手则必中 E他 想吸我,不给 提前走位 W很耗蓝 所以一定要看准的放 想吸这个边 炸 炸 打了他,立马就往后退 平A补刀 想吃炮车,必吃我一炸 炸 1 点 点 给点燃 不给你吸血 不放血吃啊 我就硬点 我就硬把你点死 哎 你怎么走位 就把你就点死 我不放Q 不放Q 反正我血多 啊 就你绕 给你绕 你绕你就对吧 拉不开距离 这宝塔皮不能吃 这宝塔皮不能吃 就点他就行 呃 减守CD 这宝塔皮 就硬点就行了 啊 他想看我抬手 然后放血吃躲掉 再跑 那不会出的啊 不会出的 很细节 这宝塔皮 不放技能 回头再一个烧 再点炸 炸你 就怕 就怎么说嘛 难不难说吗 就炸 就烧 啊 打的很猛 因为我现在优势啊 连吃三瓶药 这宝塔尔 现在小心打野了 我有伞 但我不能过去 远存冰点下 寡妇在下看到了露头0.5秒 抓住 细节啊 对方的打野什么时候出现在线上你要第一时间知道啊 即使他只出现了0.5秒你不要说你看不到 那说明你还是 这个 观察地图方面啊 有所欠缺 这个很重要的 来人了 闪 不要问我为什么 别蹲我 不可能的事情啊 蹲我呢 只会吃他经验 其他什么都没有 直接闪 你不闪还是得交闪 知道吧 而且你还 没血了 感谢孔某人的 幸福券 谢谢 这波不可能上前的 给他寡妇蹲 他 他有没有蹲我不管 反正他什么时候在线上出现我什么时候再去打钱 要么我就躲 躲着远处打 我不可能上的 不可能上的 我不可能上的 反正我也不漏刀 对吧 打野 辅助来了啊 但是这个辅助有可能把你害了 知道吧 因为他打野在不在你不知道 所以呢 你还是得上 上还是得上 但是你要看怎么上 你看 你要看怎么上啊 你看我这个上很有学问啊 你看 我给W 你看我的上很有学问 给个大招 反手完美Q 你看到了没有 你看我这个上是什么 可进可退的上 不是一股脑的上 说辅助来帮你了 赶快上啊 菜鸟 那绝对是菜鸟 别被带崩了 然后怪队友 你要有判断 对面打野在哪呢 能不能打得过呢 这都得知道 让我们很清楚 好 走了 保守一点上 知道吧 你不上 那你把辅助害死了 对不对 万一打野不在呢 你上 你得可退 可可进可退的怎么上 啊 这个要学会啊 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我边上边退 就是防止他 这个打野突然的杀出来 在旁边反打 2v2 下路有点崩 但没所谓 我中路很肥 寡妇在下看到了啊 寡妇刚才下路露头0.2秒 不信大家可以看回放 路波回放啊 你不要说我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办到的 我虽然在补刀啊 但是我余光一直是看着小地图的 知道吧 可能大家觉得很难 这太恐怖了吧 没错 但是就有一点 就是这样 我跟他说 无论战斗怎么打 我的余光永远扛着小地图 一下都不会拉开 一下都不会拉开 你可能不信 对吧 你说我做不到 做不到怎么办 做不到 你就把小地都放大 还不放在中间 我们比分还行 小心啊 这波也小心 小心 没闪 没有闪现的布兰德 是很容易死的 一定要紧急 很容易死 一个Q 打不打中无所谓 打中就给你一个打 不管你死不死 就为了刷我的黑暗收割 压低他的血线 给他一些压力 让他怕 看到没有来人了 EQ W 炸作 给点燃 吃药 先卡位 不要上 等一下一个 阿多根 阿多根好了 不放 W JQ 完美 炸死 点死 这波 这波 我处理得非常好 不然的话我们EQ 应该是死了 感谢李汉林最帅送上的飞机 谢谢 感谢李汉林 好 我上去了 交给你们 为什么开大 这个就不要问了吧 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啊 我们的大招是用来压低血线的 知道吧 这个呢 很多玩家是不理解的 觉得好像有点浪费 没必要 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时候呢 其实就证明了你的水平还有待提高 并且上升的空间很大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就是你可能对于说压低对手的血线 这个 你认为他不是那么重要 或者你认为一点点重要 这要看你的理解了 但是在高手的眼中的话 会认为很重要 回家 拿个炉灯 下一件就是 瑞莉亚兵进结账 配上蓝德里的折磨 再来一个美甲的切魂圈 无改 现在优势很大的 现在团战我很强 我的AOE太阻了 根本顶不住 这个AOE根本顶不住 关键是我的烈焰风暴 谈五次非常夸张 鬼叔不要吗 鬼叔可以说 放弃 炉灯即可 鬼叔配炉灯不好 炉灯 大招烈焰风暴 大招点 一炸 没招了 车交给 好 炸死 交给我的被动 炸他 上线 都更接一接点 回拉杀不掉 交给队友 哎呦 又来了个寡妇 这套连招 打得我 没办法 算了 先出一个美甲的切魂卷吧 哎 不行 不太好 还是规规矩矩的出装 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 哎 这把他们有吸血鬼 我怎么不出鬼说 我靠 算了 出吧 我一下子 说话说 说迷糊了 出装出错了啊 但没关系 现在补一本 没关系 钱多 出什么装都行 重要的还是打法和理解 是吧 你钱多 出两个帽子都能赢 你钱不多 怎么出都不行 这波我没闪 但是团战我只需要把我的技能放出来即可好 这个位置丢大简直完美 但是位置不太好 我没有放 先给个蜂针接E 但是还是不 哎 这个 没关系的 WJQ 你胆子大 给个炸 死 好 大招弹不起来 但无所谓 还是死了 没办法 尽力了 因为 看到了我的输出了没有 非常爆炸 这波龙是谁的 好 甲克斯来了 你上 我勾引他 我不要太着急 让他看出来 好好好 他死了 好好 他跑不了了 哎 交给你 你把他定住 哎 你杀我 换我是不存在的了 我就这么告诉你 不存在的了 哎 我有所谓 耶 我跑着他塔下都能死 没办法 差点钱 这个时候正确的出装 应该是把 你的腐败药水给卖掉 然后呢 出一个850的爆破裂上 这是正确的出装 但是我们选择出 美甲的切魂券 为什么 因为 现在的这个局面 我们已经可以掌控了 所以我们出一个 长期收益比较大的装备 因为 我不需要说 在这个时间点 马上要去 对我的输出 来拼赢一波团 因为我们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的已经完全 在装备和等级上 已经领先对手 包括技术层面上 已经碾压对方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出一个 长期收益比较大的装备 美甲的切魂券 团战 团战 团战搞起来 有我不难得再是不会输的 谁要我不被切 团战不会输 因为输出绝对够 输出绝对爆炸 现在没有爆团 你看我在下路 晃了这么长时间 这对于我一个中战来讲 是非常伤的一件事情 所以赶快回归中路 继续补刀 提升你的等级 等级很重要 等级很重要 他们有个晚好很肉 但是再肉 也招架不住我的炼焰风暴 他来弹剧 包括我的被动 不要那么怕 三块 好下路推了 大龙搞血 对了 这个时候打大龙 是很聪明的 开了甲骨 他们必去 最少三个 大龙收掉 推了几秒 无法阻止我们 更何况这里没有眼 好 看看他费拉几秒 会不会反应过来 感觉有点反应了 我可以提前蹲了 没事的 你们打得过 因为他们只有费拉几秒 会过来骚扰 他其他队友赶不及 相信我的判断 哎呀 我卡错位了 Walk 完美Q 一接 弹弹弹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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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知道我烈焰风暴 加上黑暗收割的威力了 只要有两个人 我们就开放 两个人贴得比较近 就开放 5个人贴得比较近 就开 他们短时间内拉不开 兩次有點小虧 一次刮皮 四次完美 五次就不用打 遊戲結束 所以我們最低要求是 三次 我有13層輸 加上鬼輸 有點無敵 有點無敵 哎 犯了一波錯 不過有我布蘭德在沒事 一他Q他 直接收掉你們敢靠近就放大招先走出來拉開 然後站在這個角度 一個大招丟下去都更定做 閃現下來給點燃不用給了 一個Q打中沒 我靠沒死 死了 把它燒死了 看到我的輸出了嗎 非常爆炸 就告訴我 我 我 一定要 我 我 我 2,000块回家出一个瑞莉亚冰金结账的 呃,算了,出个这个吧 现在有多少钱买,就买,就把它全部用掉啊 装备最大化的提升 可以,很轻松,我需要吃个,蓝buff 呃,这边又打起来了 有我在,大招不着急,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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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炸 这你受得了,这你受得了,直接满血,我都没有去,我都没有去看到 我都没有去理这个,这个,异夫琳,异夫琳就已经倒下了 我都没管他,我只是在杀晚豪 那为什么我去杀晚豪,因为我知道我的猎人风暴放出来 旁边的小脆皮,你可以不用管了,直接倒下 好,直接倒下,不用管他 我都不需要再去对他放技能了 因为我的伤害会溢出 好,咱们来吃个蓝buff,加一波CD CD很重要,CD很重要 因为火难还有一个缺点啊,就是他的技能CD过长 他一波团战,如果你没有捡CD装 你在旁边就放一套技能就没了,那很牢 但是如果你的CD到达40%的话,那就非常的恐怖 因为你最起码能放两轮 这两轮技能只要命中 先给个E,点他一手 走位走不了,好,死 除非他交闪了 他交闪了 那个地方他走不了位 他交闪了 我确定他交闪了 相信我的判断 我们一定要躲起来 因为现在我的输出太高了 他们会盯着我 这个依附林可能就在我的旁边晃 他就想找个机会杀我 好,回家 蓝德里的折磨 月亮,冰金结账 最后一个出 哇,现在这个输出可以说是到达巅峰了 不幸 看回放 这把打完我们看回放 让你们看看我的判断是多么的恐怖 好吧 这把打完我们看回放 不然你们觉得我没没点东西 我们技能放的是有讲究的 对方能不能走掉 会不会走位 基本上都是判断的出来的 所以为什么经常我会有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预判呢 这预判是怎么来的呢 这都是临场的经验 有眼 没事 我得先看好对方的每个人在哪 这个很重要 我得知道人在哪 后面被偷鞋 我先走 先走位 这个很重要的 有没有人管我一下 我不知道寡妇在哪 我先直接走远一点 看到寡妇再回头 看不到不回头 看不到不回头 绝对不回头 直接躲起来 因为我没假的泄魂圈 往我这里走 他们感觉都得死 我说的 谁也留不住 大招不着急 我先绕他一圈 好大招是个 大猛大猛大猛 人不切 我们少一个 那个 武器大师 这波我又闪了 现在 可以讲 我是最威胁的一个点 你看对面打团 包括刚才寡妇 为什么一直没出现 其实我刚才这波一路走 大家会觉得我很 很二 同样一个道理 就是这把打完 你看回放 你就知道了 好像是真的 这么回事 知道吧 那刚才那寡妇 就一路在跟着我 我不用看到他的 知道吧 因为他这个是 对我最起码的尊重 对没假的切魂圈 最起码的尊重 你知道吧 来来来 别浪别浪 哎又浪了 你看 W大招 这个时候要给上 一炸 你不死 起来就给我倒下 好 不着急放 EJQ 没关系 我先撤 回家补一波 我感觉我有点 不行不行不行 我对我对撤了 我对撤了 十九层 啊 耶 你在干嘛 Rampage 偷鞋 哎呦 算了算了算了 感觉大龙要丢 我不不能回来不能回来 快来人快来人 快来人呢我不能去啊 我去就是死的 快去快去再打 再打直接去不用理他 不用理他 大招 大招弹起来 先拉开 让他们弹一弹 不行不行不行 我得走了 大龙丢了 能归寡妇偷了 我输不能掉 哎呀 在搞什么 走 射筷 嘗 砍 手 嘗 行 grandmother 冲 10 他們現在有點針對我你知道嗎 其實每次都是我走位走的非常的遠 不然我找死了 他們的招一直留著的 你看你們看得出來嗎 我不敢上了 因為他們主要技能啊 其實每次都是我走位走的非常的遠 都有點盯著我 我不能進錢的輸出 好先往後拉 給個Q給個W 大招放的 不是很好 先往後拉 定他 就我一下嘛 定住我 都不保護布蘭德的嗎 布蘭德這麼輸出這麼高的英雄 你們就直接不管 就把我放在最後電底 能不能扛住啊 直接跑路 你看火男這個英雄啊 他就是這個樣子